咱们看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 那《闯关东》里边就体现这个 山东河北连连大汗 造成人吃人 根本就活不下去 所以没办法一路通过锦州 陆地往这个东北跑 还有通过海上 烟台危害地出海 不理顺 我们看《闯关东》里边 那不就是海上吗 其实那就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 属于地道的偷渡 你看那在海上 日本人和俄国人打仗 随时有这种战争风险 把你传击沉 再一个大海上的风浪 随时可能是整个船翻了 即使这些你都没赶上 那种饥饿 瘟疫 咱们看《闯关东》里 那下掌柜不就是 在船上饿得不行了 要不是朱师母子 最终可怜的 给他掰饭煎命 他都活不了 好 我帮你这个健身 给我吃一点 我要饿死了 你是我的救命来人 谢谢你 所以就是我们说 整个偷渡的道路 那是充满着各种艰辛 随时随地要面临着死亡 就他不仅仅是说 遇到天气的问题 战争的问题 还是最终饥饿的问题 这里任何一点上来 就可能要了你的命 那你看有这么多 显向欢声的事 这些偷渡客不是不知道 为什么还要义无反顾走 就是留在当地 也是死路一条 我还不如往外闯一闯 而且2014年到2015年 这两年 世界范围之内偷渡的人 比过去成倍的增长 就什么 难民增多了 难民增多意味着什么 各地方不消的 像我们最近了解到 你像乌克兰这边 伊拉克这边 也门这边 叙利亚这头 整个非洲 包括埃及 它的政治骚乱 民间骚乱 包括利比亚 现在动荡的局势 就是说这几年 国际上的这方面的 局势造成的 难民的数量 比过去 中国有句老话 叫您为太平犬 不为乱世人 宁可太平年代 当条狗 也不在乱世当中做人 只有这么九死一生 闯一下 或许有10%的希望